近几年来除了休旅车之外呢 皮卡也成为市场上面 相当热门的新车种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而言 还是会觉得说 现在皮卡可能车盒上面稍微大一些 而且一定要有四轮驱动 能够越野的那种 放眼我们目前市场上面 你可以买到的这种运动型的皮卡 动辄百万 那有没有一台车是可以 兼聚工作还有休闲 而且外表相当年轻帅气 更重要的一点呢 它拥有非常亲民的价格的皮卡呢 最近在皮卡的市场上面 就出现了一款战力十足的新同学 各位陶家们 各位老板们 你们的新声终于有车厂听到了 全新的国民皮卡终于亮相了 智希 到底这个新同学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没错 其实今天现场 大家看到的这一台就是全新中号汽车的 Zinger Pickup 那这台车推出呢 过去有一篇旧的贴文被大家翻了出来 因为其实这辆车呢 虽然它是一个 比较偏商用啊 自用啊 这种双漆的一个身份哦 但是其实过往在Zinger上面是非常多 冠宁刚刚提到头家的一个选择 那就有一位老板呢 之前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贴了一篇文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卡 他就是拿一台Zinger 而且他还不是用Photoshop 他自己用小画家把后面的车厢给遮住了 说我们希望有一台这样的车型 当然啦 这个中华汽车推出这样的车呢 经过了非常多的市场调查啦 内部的一些研讨 并不是因为一个网友的po文 就推出了这样的车型 不过呢 他的诉求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认为他们这种违行企业啦 或是自用的这种头家 需要一台体面一点的 你可以说他是商用车也好 或是兼顾自用的一台Pickup 那其实他们不希望是过往那种 比如说林立啦 德利卡市场主流的商用车 比较有一点点这种公用的气息 比较浓 他希望可能获得的部分 感情是这种一体式的 那当然过去在台湾的市场的Pickup 大概只能分为两种 一种是例如很久以前的这种 ad resort 或是pointer 以教室的底盘 或是我们现场看到的303 比较偏这种房车底盘来改成的 这种小Pickup 另外一种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像现在的Ranger 海力士这种大型的 但是就是没有一台这种 有着车头 然后可能是SUV的基底 这样比较尺寸合宜的中型Pickup 所以我认为这款车的推出 在市场上 一定会获得非常大的一个回响 那我自己分享一个例子 其实大家可能觉得这种车型 公用的 可能什么做什么营造业 水电工的居多 但是其实它非常的符合 有高度lifestyle的需求的玩家来使用 我自己的例子就是 因为我比较长期在关注电竞产业 讲打电动不好听 关注电动电竞产业 然后有这个玩家喜欢收藏那种模型 比如说公仔或是武器 可是你买那种一比一的 其实价格非常的高 那就有一些商家开始推出手工打造 木科的一比一的武器 非常多人收藏 它可以保留一种手作的温暖 但就有一个老板 他做这样的工作 但是他之前是用有点箱车 SUV 那我们知道木雕的物品 它非常容易坏 所以又好好的牢固的固定住来运送 而且因为有非常多可能木屑 或是一些那种灰尘的污染 坐在车内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他就订了一台Zinger Pickup 那非常的符合 他其实一个年轻人 有点艺术家这种感觉 蛮这种生活 或是工作室主理人这种 Lifestyle的需求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当然今天呢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觉得有一个 很好康的地方 因为现场我们看到 这么漂亮的一台Zinger Pickup 我们要送出它的模型车 送好礼给观众朋友 那我们有准备十台 你只要在我们梦想节57号的 粉丝专页的po文下方留言 你可以拍你看电视萤幕的画面等等 在下面留言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那总共有十台的一个名额 那当然抽奖要回答题目 题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 就会告诉大家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其实跟这辆车介绍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听一下 有非常大的关联 答案就在我们精彩的内容当中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你才可以得到非常可爱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场 都没有一个人拥有 我看到它那个模型车 我自己也好想要 有 我偷偷A了一台 太可爱了 好 那当然 其实有个性化的陶杰 平常就是一周 努力地打拼之后 假日可以开着一款 完全没有商车气息的皮卡出游 那真的是人生非常幸福的事情 而且这款皮卡 真的是颠覆了皮卡市场的想象 我们请郑杰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全新的国民皮卡 Zinger Pickup 其实它长得这个样子 外形真的非常讨喜 尤其是第一眼看到它的颜色 请告诉大家 它这是什么颜色 没错 这个颜色当初一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就我也为之一亮 眼睛为之一亮 为什么你知道 在它们定义叫做轻松率 轻松 青色的轻 我以为是很轻松那个 我就知道你会误解 它也希望你看了就很轻松很舒服 所以是青色的青 然后松树的那个松 OK 这个车色 配上它的外形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登对 对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对Zinger不会陌生 Zinger毕竟是满街跑的车子 对不对 但是这次的Zinger Pickup 它在原来既有的Zinger的轮廓下 它做了我觉得蛮多 而且是 创举 正面的创举 是的 就是看起来会让你觉得很顺眼 很舒服的方式 我们从车头开始看好了 首先包括像它有日行灯的灯煤 有一滴日行灯灯煤的车灯 这个车子就跟之前的Zinger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改款以后的Zinger 这样子的车头会让你觉得更有神 然后更像是一般乘用车的感觉 除此之外 就像休旅车一样 对 其实Zinger之存卖那么好的原因就是在于 它虽然有很大的置物的机能 但是其实它看起来 却像是一台一般的中型休旅车 对 结合了休旅 然后结合了一些商用的机能 驾驭的起来的感觉 多功能的车款 也是更像是休旅的感觉 没错 没错 那虽然说保感跟之前的Zinger 一般的版本差不多 它差异不大 但是它现在加上了下护板 它同色的下护板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配上这个整个车色 看起来就是更有一体性 对 而且其实真的看起来就像是运动皮卡 那延伸到车侧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之所以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虽然本来Zinger就有这些轮拱的部分 对 但它在这个轻松绿的车色上面 它凸显得更加对比强烈 我觉得这个颜色 车色真的是太 我觉得太完美了 你看它搭配了那个防刮饰板 是 就你不会觉得说 夺出来的还是什么 就觉得不搭嘎 其实它车的没有亮 在路上开的时候 你就是会看它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这个17寸的铝圈 你想想看 一台Pickup配上17寸的铝圈 然后这个胎币刚刚好 厚薄就变得恰到好处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觉得 整个车侧的轮廓就看起来更壮 对 而不会有那种大绳子配小脚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17寸 那如果说入门的话就稍微再小一点 它15寸铁圈 对 没办法 一定会做出区隔 你知道吗 很多人买这一款车 自己会事后再做一些改装 所以它升级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想要做改装 个性化的升级的话 其实入门款 我觉得也是很错的选择 不过就是说它的护条 像这些塑料护条 还有像后视镜 它就会都改成 后视镜就改成塑料的黑色 传统黑色 那护条就会取消掉 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 就会变成铁圈15寸 所以外观有些许上的不一样 我觉得它的尺寸也非常设定的非常好 它车长是4米6级 所以它其实跟一般台湾路上常见的中型SUV 几乎是一样的 是 你开起来是不是就更加轻松 就跟开一般的SUV一样 不会 大家认为说现在的运动皮卡 真的车格稍微大一点 你又担心停车 什么不方便 对不对 其次 车高的部分来讲 因为有很多的皮卡 我们都知道加的像防滚杆 或者本来车子就很高 四驱车 所以很多人开四驱车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 很多停车场不好下 尤其是机械车位的话 可能就不用想了 但是这台车来讲的话 它因为它的车格的关系 所以它限制在1米8的车高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 一般地下停车场都下得去 很亲切的高度 我们很少看到1米8以下的地下停车场 对 是不是 然后其次说它还觉得 我们觉得好看 除了方便以外 尺寸大小合一以外 它的货斗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是一体式的设计 而且这是板金的 一体式的设计有什么好处 好看 而且比较耐用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如果纯粹的货车的话 它的货斗很多是另外再附加上去的 不管是木床还是铁床 都是另外 前面好像走前面的设计 后面再放上一个很耐吞的那种货斗 但是好处就是耐吞 不怕刮伤 你放货 像我从这边要放进去的话 我怕刮到它或什么 但是如果说是像看起来的时候 视觉观感 你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弱 对 一般我不可能开始一台 就是商用气息比较深的这种车 假日跑出去玩 对不对 我总是会可能假日平常用轿车 然后工作的时候用另外一种工作车 对 可是这一台车 它完全就是会让你结合了工作跟休闲 简单讲 家庭也需求 讲得很重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开车出去 我如果开后面是木床的货车 你感觉会觉得人家会觉得你在上班 还是你是来玩 对 可是这个就很休闲玩家的这种style 开着这个出去 你就觉得它是来玩的 连上班都好像在玩 然后再配上整个 刚刚讲到轻松绿的这个车色 以后整个搭起来 是不是整个就是一体型 没错 所以正前你带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这后面获得的呈现 它到底它的载运能力有多少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有这个三折的试盖 是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看可能不见得很清楚 但这其实是三折试盖 但要开启这个试盖 这试盖是属于选配件 一样 但是要开启这个试盖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打开这个尾门 这个尾门 你看我一手就开了 你可以我也可以 对 来我先把它关起来 连你都可以轻轻松松的开关 它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你看 它有一个省力的设计 对 所以其实只要 跟其他的运动皮卡来比的话呢 轻很多 对 它只要六公斤的力气就可以浮起来 是 原来我一只手就可以有六公斤 常常在开很多 pickup 你会觉得很重 有没有 其实连我拉都很重 因为一般都要双手 尤其是对女生会比较有重的负担 对 而且这个货台 虽然这么的轻盈的 可以开启关闭 但是这个货台 可以再重200公斤 可以200公斤 而且它的宽度有大概50 对 就是说你可以好好的坐在后面 就像老师台时的Cleaner一样 你可以坐在上面 你要喝茶 看夕阳 要钓鱼 要干嘛都可以 真的耶 重点是它200公斤 很适合现在人 如果你家里的人 差不多都80公斤的话 起码两个人 对 对 两个人都可以坐在后面 而且其实重还有一个好处 不只是这种浪漫的想象 在理性上来讲呢 你有时候你要搬东西进你的货 货斗里面的话 你是不是因为重的关系 你可能也要先放在这里 再推进去 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门如果承重不够的话 那不就等一下一下子脚垫就坏掉 那也不是办法 没错 它必须要兼顾耐用的功能 是 还有它的高度呢 就是一般如果我们要上下一些 我可能要出去露营啦 什么有的没有的 我要装一些工具的话 这个高度大概是多少 其实你觉得 你不觉得这个车 比一般Pika来的 连货头或尾门的高度都比的低 它其实比几乎我们市面上 所有的车子都来的低 至少我们很熟的Ranger 它就比Ranger低 比较亲民的高度 对 因为刚刚有讲了 整台车都比较低了 对对对 或后面的门 当然会比较低 那这个好处就是 也是方便搬东西 没错 你搬70公分 跟搬80公分 跟搬90公分 一定重量力道会有差别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开这个 三折式的这个 这个三折式的室盖 这个其实平常开车的话 会有一个卡榫锁住 所以我直接已经先把它打开来了 而且它很贴心 你看周围都有很多的那种 保护的胶 胶条 就是让你 刚刚讲的车子漂亮 你当然要让整个货车看起来 不是货车 应该让整台车来讲的话 看起来更不像货车 对啊 而且对于一些休闲玩家 比如说我有一些东西 要放在里面 我怕淋到雨 我用这个把它盖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后面的这个 整个货台的面积 大概有多大 这有两 应该说2.49平方公尺 2.49平方公尺 Ranger的双箱也差不多是 其实还小一点 2.5平方公尺 对差不多是这样 但是某些规格其实是比这个车还小的 对对对 然后HILUX的货车也没有它大 而且你看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其实它整个货车后面 它的长度就有170公分 对 甚至于在这边 就是它重向的表现 也有146公分 即使这个最 最窄的地方 也有113公分 所以它整个装载能力是非常棒的 可以装710公斤对不对 700公斤 700公斤 连700公斤 其实也有赢过部分的 更大的Pickup